我代表医疗专家组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 一是与菲律宾卫生部相关官员和专家进行交流 深入探讨菲律宾的疫情形势和防控措施 分享中国抗疫经验 介绍中国多部门协调配合连环联控的措施 详细介绍了四个击中 建设方舱医院应收禁收、应制禁制等策略 我们实地走访了菲律宾多家医疗机构 介绍了中国的新冠诊治方案 中医中药应用、院内感染管理、医务能源防控和实验室检测等 在一些医院参与的临床病例讨论 菲律宾政府和卫生部门采取的应对措施 是积极的、主动的、有效的 政府努力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 制定并更新本国的新冠诊治方案 进一步增加收治新冠病人的床位 设置社区隔离点 加快建设方舱医院 追踪密切接触者 我们相信在政府的努力和民众的配合下 菲律宾一定能取得抗议的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座由izen 乖民众